187. 台商月刊 中國怎樣才能點醒美國 2015年7月1日國際遼亡 李曉莊中美兩國關係不僅歷來備受全球關注 而且一直也是中美兩國之間相互探尋如何發展的重要內容 針對中國提出的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美國至今並沒有明確答應 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有餘下幾個沒適應 第一對中國的崛起沒適應中國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十分明顯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數據 2014年GDP排名最高的刑事美國 是161,979.6億美元 中國第二GDP總量為10.3856.6億美元 日本48.175.2億美元 排第三 中國跟美國環差距六萬多億美元 但是差距在繼續拉近 無意之中中美都進入了10萬億區落步 中美兩強的態勢明顯突出出來 再加上中國科技軍事快速發展 中美兩國的力量對比再縮小 讓美國人產生焦慮 焦慮就產生疑慮 疑慮就不適應 不適應就要採取措施 所以美國就一直對中國設置障礙 十年前美國宣布對中國進口商品市加27.5%的懲罰性關稅 不停地針對人民幣升值問題施壓 對中國企業投資高門檻 嚴格的抗權審查 中國商人在獲取商務簽證方面困難重重 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拉高分貝 在釣魚島問題上一直慫恿日本 這些都是美國沒適應中國崛起的表現 第二對國際格局的改變沒適應其實 國際局勢近年來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不管是歐盟發展 環時911事件 乃至中通變局等 國際格局一直都在變化 如今針對中國崛起 美國極力推動亞太戰略再平衡 讓中國感受到美國的亞太戰略再平衡 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的抗權以及國家利益 美國看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的一帶一路 阿頭航 中國在拉美環準備搞鐵路 搞隧道 也被美國視為亡次在背 如此等等表明 從冷戰時期發展到全球化時代 國際格局已經逐漸發生了變化 中美之間的戰略基礎在發生變化 冷戰時期兩國有共同的蘇聯問題 全球化時代面對的是共同經貿利益 以及911之後共同反恐 美國並沒有適應國際格局發生 舊有基礎在鬆動或者在消失 新的基礎還沒有找到或建立的新變化 國際格局在不經意之間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這種變化不是美國用夠有的思維能夠應對的 第三對自己老大地位的改變物適應 美國有一個毛病 就是認為別國向美國要平等待遇是錯誤的 現在中國向美國提出來要平等對待 美國就非常不習慣 為什麼美國對中國提出來的要求平等不適應 主要是美國做老大做慣了 平時國家間關係都是他來定義 國際間的對錯也是美國說了算 現在中國提出建立一個新型大國關係 要美國來學習 照著造 美國當然不習慣 覺得搞反了 文理曉莊 文理曉莊